他會出現什麼升高 180購買全票 那如果說呢 2的話比如140好了 升高2OK Enter 然後呢這邊會出現什麼呢 升高140然後呢判斷一下 就買半票 試一下這個樣子如果輸入 第一次如果輸入150呢 Enter 他這邊的話呢 請 升高150購買 全 大於 也是150 那這個地方如果180呢 Enter 你會發現怎麼樣的沒有作用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個地方邏輯判斷呢 如果這個條件成立 才會執行這裡面的東西 那如果說條件不成立怎麼樣 他就跳過去了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等一下請各位利用這個地方了解一下if 那if的結構稍微說明一下 就是說將來各位在撰寫程式的時候呢 他的基本架構一定是這樣子if 然後後面的空一個 一個瓜湖小瓜湖 那這個小瓜湖裡面就是放一個什麼一個條件 那這個條件呢 後面再空一個大瓜湖 開頭大瓜湖結束 這裡面就放什麼 如果這個條件成立的話 就做下面的事情 才會去執行下面的這個動作 那如果說呢 不成立的話呢 他就跳過去 就也沒什麼事都沒發生 OK 不過好像這一題呢 其實感覺起來 比較 這樣撰寫 這個流程呢 其實不太恰當 那最好是怎麼樣呢 就讓他如果大於等於150的話 那就是 全票 那反之的話呢 就是什麼 就是半票 那所以如果要改的話 我們順便乾脆就直接來改就可以 也就是如果這個地方呢 要改成這個判斷的話 其實 就把底下這個地方把它 這個輸入升高2的部分把它砍掉 然後呢 Ls 部分呢 也把這個地方if的部分也把它砍掉 然後只留下什麼呢 留下這邊 加上一個Ls 反之 Ls 反之 有沒有 然後Ls 一樣 一定要有個大瓜糊 大瓜糊就做什麼 反之做什麼 對不對 然後我的習慣是 先大瓜糊就移到中間 就跟西瓜一樣把它切兩半 Enter之後 這個就是Ls 要做的事 Ls 剛好就是 就是這個 這一行 那我就把這一行怎麼樣呢 把它搬到裡面來 這樣就可以了 我看一下 如果 如果大於等於150 對不對 這是一個條件 如果這個條件成立的話 那就是升高 這個 然後購買全票 那反之的話 就是輸出什麼升高也是害扯 加上購買半票 OK 我們來改完之後我們來試試看 執行起來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那升高 升高比如說180 OK Enter 購買全票 沒錯 再執行一次 比如說140好了 Enter 購買半票 OK 那沒問題 請各位 我想試試看 先 練習一下 就是說 這個 4-11 的這個地方 然後再把它 改成這樣的一個結構 if else OK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看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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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